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认识世界 发现自我靠的就是碎片 可是我们到了碎片化的时代 我们就恐惧碎片 我们恐惧碎片本身 其实我们应该恐惧的是 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碎片化的人 我们应该拥抱碎片 我们应该在碎片化的时代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碎片 否则的话你才会苦情难而不知其意 我经常为自己的儿女 为其他的小朋友 为其他的父母去推荐各种碎片 我发现这个碎片呢 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甜味 这些本都给我玩坏了好几本的书 为什么我都喜欢玩呢 我常常用它来减压 这本书有个副标题 为什么会转 当我们转动绿色这个齿轮的时候 上面的粉色就跟着转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孩子啊 他内在地发展 他的手部的精细动作 或者大动作的时候 我们用这样的书 就会吸引他的小手 去主动地与书进行互动 当我们打开书 进入下一的时候 他会发现 我们只要去转动 其中一个齿轮 但另外的齿轮呢 就跟着转 这个书啊 我们从两岁三岁 可以读到十二岁啊 这个书再往下翻 又多了不同的颜色 我们转呀转 一直转到最后一页的时候 嗯 这个我说的 你容易把它转坏 因为你在有压力的时候 转这个书的 它的功效 给你去捏那个 包装那个小泡泡纸 是一样的效果 那这样的书 给我们的孩子看的时候 他觉得特别的高兴 这种愉悦 就相当于 他获取的甜味的那种营养 是一样的 带给他这种内心的 一些分泌 这些书 他难道仅仅是 为了那么愉悦的吗 不是 包括齿轮 咔咔的书 他可以到未来 我们讲 孩子呀 你小时读的这本书 可厉害了 你读的是一个 杠杆原理的书啊 我们就不再担心 今天我们所担心的 他在碎片时代 成为一个碎片的人 孩子越来越大 他有了更多的社会性的发展 社会性的需要 他要学一些卫生习惯 生活习惯 人际交往等等 那我们书的内容呢 可以建立在甜味的基础上 给他筛写功能性的一些指导 比如说 我再介绍一本 有味道的书 这本书的味道 出自于挖鼻屎 公主 怎么挖鼻屎 我们都忘了呀 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 大人不要给我们讲道理 希望你们给我讲故事 可是当我们成了家长的时候 我们把这种心情全忘了 更多愿意给他讲道理 那这样一本书 他恰恰没有在讲这个道理 而在讲故事 在讲故事的甜味中 塞进了这种药味 说过去啊 说有一天老奶奶呀 跟一群小动物们在聊天 你们知道公主怎么挖鼻屎的吗 兔子率先发言 兔子说 公主 是把鼻屎挖出来 然后把它交给妈妈 小猪啊 就觉得 不对呀 不对呀 兔子 你是公主 你妈是王后 你把鼻屎交给王后 这太不礼貌了 小猪说 公主 肯定是把鼻屎挖出来 把它吃掉 不行啊 鼻屎有很多的细菌 怎么能把它吃到肚子里呢 如果得病你可不得了啊 于是啊 不同的动物啊 都讲了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猴子 它把鼻屎挖出来 弹出去 这种事我还真干过啊 有时候我们挖鼻的时候 有黏乎乎的 就不停的 好了 把弹出去了 这么多的小动物们 都讲了他们各自的经验 这叫连生活的经验 用他自己的生活体验 用他看到别人的体验 做出了他一个解答 老奶奶显然没有对他们做出评价 既然你们都不知道 那我们都去王宫看一看 看公主 她到底怎么挖鼻屎 于是他们发现 公主原来是这么挖鼻屎的 所以这么一个故事 还这么嘻哈地讲完了 他又发现 像公主那人 怎么地处理鼻屎 就以这一个画面 和那个整个的愉悦的故事 就寄在他的身心里去了 那他就更有可能去养成正确的 不像曼师傅这样子 这么蹭蹭 那么谈谈的 这种彼时的处理方式 那我们今天怎么办 论语也是我们中考高考 要考到的一个必读的书之一 论语我们知道 学尔就是第一篇 学尔第一 那我问问各位 在论语当中 最短的一章是哪一章 我们中国人为世界公演了 三个四个字 英才诗教 有教无类 和教学相长 这是其中的一个 子曰有教无类 哇这个六字好经典啊 对啊好经典 还有没有更短呢 各位再想一想 真有 有那么一个 习不振不做 我们学论语啊 我用这种方式 让孩子觉得说 嗯 这一片片的碎片啊 对我们多么的重要 我就把这个论语啊 我再次地把它碎片化 找到儿童愿意契合的 或者我们容易契合那个碟 很快呀 孩子们就学会了很多的 轮硬的短章 这些短章呀 就像积木一样 一块一块的 就构建了它 对经典的一些认知 对我们人生 对我们个人成长的 一些指导性的认知 有了甜味的启蒙 孩子们更愿意去 找到一些功能性的 有些药味的 甚至说呀 找到一些有维生素味道的 我们的孩子呀 具备我们传统文化的资养 我们要孩子啊 学习各种的科学知识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个碎片都非常重要 因为碎片充当了 他们的背景的知识库 因为碎片充当了 我们共同的精神密码 这位小朋友就是我的儿子 他三岁的时候 他得认真地读《心经报》 我要选择另一张图片 更吓人 我就讲这个 大家不要觉得 哇 还好厉害 你看他的眼 他目光低垂 他得看地图 在我们家呀 地图成了一个 特别的碎片 我们家里啊 贴了好多地图 这是我们家最长的地图 你看一个三人沙发 都可以把它沾满 有时候最长的 最短的 最好玩的 最轻松的 这也都是那些甜味的碎片 这是他呀 接受中央电视的采访 我本来以为说 哟 我的儿子五岁 就看《悲坦世界》的人 会不会说这个书 是他最喜爱的书 可以他告诉自己的书 我最喜欢看的是 《中国历史地图集》 有了这些碎片 我到今年才上了高一 他就为他的高三的高考 就选择地理的学科 他万分投入地 在地理的学习当中 他现在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他要做中国与世界文化的 传播者和介绍者 谢谢 在减负的声浪 一浪高一浪的时候 各位不要忘了 九年的义务教育 是一场考试作为终点 我们不要再去看着说 别人家的普通与不普通 我们不要看着别人家的地图 大与不大 也不要看着别人家的书房 多与少 我们要以自己和孩子 所共同喜爱的 那一片碎片开始 可以是每天读一本书 可以是每周看一部电影 也可以说呀 你每一个假期带他出去玩 然后你发现 你就观察孩子的眼睛 当他眼睛闪闪发亮的时候 那就是他的黄金碎片 谢谢 光说我儿子好像不得尽 我儿子是哥哥 还有一个妹妹 妹妹初一 他最近刚读的《红楼梦》 《红楼梦》是必考必读的书 他不喜欢《红楼梦》 我说没关系 我们一起来设立 《红楼梦》的碎片式的游学计划 大观园 我们已经去了 南京的江陵之道府 我们要去 过了这个冬季 我们去植物园 对吧 看看那个黄叶村庄等等 很多这些的碎片合起来 我想过了三年 我的女儿 我的儿子 他肯定会对《红楼梦》呢 有更多的了解 有可能会喜欢上《红楼梦》呢 特别是这一条 你不喜欢 你得给我读 这是我们高考的一个语文试题 分值是十分啊 请从《红楼梦》中 林黛玉《萧宝太史上运》 《红楼梦》中选的艺人 用一种花来比喻它 还有简要的沉重理由 各位 现在是考场 你们想想 这答案怎么写呢 一百五十字 十分呢 想一想 我们的孩子未来 有这么多的阅读挑战 我们怎么解决它呢 阅读碎片 我们合理地利用 我们的阅读碎片的时间 我们合理地用阅读碎片的方式 把它重新组织起来 可能现在还有人在认为 哎呀 这些碎片化的时间 不能让我们孩子 生物的阅读 这些碎片化的阅读 不能让我们孩子 进入深刻的思考 哎呀 这些碎片碎片 都不能不系统 这些碎片碎片 都不能不全面 我觉得呀 它们都不是问题 都不是碎片的问题 是我们人的问题 是我们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中 我们被碎片说裹瞎 我们自己成了一个碎片化的人 因此我们要反过来 碎片化它没有原罪啊 碎片化阅读也一样 我们应该尊重那些 坚持碎片阅读的人 他们开启了一个 进行深入阅读的可能性 在座的各位 请你鼓励他们 请你支持他们 请你帮助他们 谢谢 我89岁的老妈妈 现在每天刷抖音 但是对我来说 我要感谢这些碎片化的工具 让我老妈妈 在她的生活之余 获得很多快乐的事情 这个爸爸是一个 全职工作的一个爸爸 他不像我 我还做过三年的全职爸爸 他是个全职工作的爸爸 他知道呀 育儿是他的一个短向 是他必服的那一副药 我们知道呀 如果你不认识到这一点 你的将来 会为此感到头疼 为此感到一些 稍微的后悔 所以他就坚持地写 写了整了一年 这是今年的10月8号写的 假期的最后 我成的精微啊 什么叫精微呢 越阅读了 一千万呀 这是一个 对于他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进步 作为一个没有闪亮标签的 一个普通爸爸 一年时间就打了这个 碎片支撑了他 他在忙着 本职工作之余 我看他的育儿的 一些观点 逐渐地自我修整 如果说 没有这副药给他的话 他可能在未来的育儿道路上 还会犯到一定的错误 你看 他及时地扭转了 从以前刷一波 为了学习育儿 现在小一波目的还是学习育儿 为了孩子更好的养育 是我的初心 他给我们一些建议 在碎片时代怎么办呢 看书没时间 试试听书吧 试试听书吧 我非常在赏 他的这种建议 和他的这种行为 那我介绍一个先人 刘大姐 刘大姐就是 这边这位 他退休以后 就跟着别人去跳广场舞 但是他觉得 在啥呀 音乐也不怎么美 姿势也不太动听 于是他就到处学习 在网上找 然后还委托我来找 到北京舞蹈学院旁边的商店 去买一些民族舞 各种舞 然后他就改编 去编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到了这个时候 他成了市里边的 舞蹈家协会的副主席 成了江苏省的 广场舞联合会的副主席 成了全国的 广场舞联合会的副主席 我是一个九年阅读的 曼师傅 我曾经也特别地享受生活 我还开了一个咖啡馆 在我咖啡馆里 我陪着我的儿女读书 阳光灑在我身上 我觉得读书对我儿女太好了 可是我特别忧愿地我发现 哎呀 将来我的女婿 我的儿媳妇 是不是一个读书的人呢 可能真不一定 于是 我就开始了阅读推广的工作 我希望将来 他们能找到一个爱读书的人 所以说 2010年开始 我在北京 主持了故事猫团队 这个化了妆的老头就是我 然后到处给孩子们讲故事 进幼儿园 进公共图书馆 进学校 我从2011年 9年前 开始下班去上阅读课 到今天上午为止 我上了632节阅读课 在上了阅读课当中 我发现 我们过去教了很多的是主题 我没有教阅读本身 我没有把阅读的能力 教给孩子 所以我把重点就放在这里来 我想了这一个黄金的碎片 那么它就成了我这么多年来 一直坚持弥补 去学习实践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我就教阅读 我通过绘本 教会孩子的阅读能力 我通过绘本的阅读 去教孩子的阅读工具 阅读策略 每教一次 我就做这个教学的粉丝 哪里不足 补哪里 我就去学很多新的知识 图像叙事 教学设计 等等等等 在我教学过程中 我开始生产书片 我发现 有的阅读策略是可以总结的 于是我总结的以下五个 连策略 影策略 问策略 预策略和节策略 我把这五策略呢 加上第一个就是去策略 去不一定是个策略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一定是甜味的 有趣的 就去连影问预节 就成为一个阅读的一个过程 我把这些心得体会 写了六本书 正好每本书 讲一个策略 有了这一书 我帮助更多的人 我帮助了老师 老师可以帮助更多的学生 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可以学到他们的阅读工具 阅读方法 慢慢地让孩子的思考 发生了变化 让孩子不再基于把书这么一读完 边读边思考 让他无形的大脑思维 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进步 这些工具和策略 是我们过去很少教给孩子的 如果我们用这些方式 那我们的孩子 更学会了判断分析碎片的能力 如果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老师 最欣慰的就是 善教者使人记其志 我们找到自己的黄金碎片 我那位刘大姐 那位一年的 写微博的这个精微欲霸 我们找到自己黄金碎片以后 把它串联起来 就成了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硬核 此时正值冬天 我就突然想到了 冬天里最常见的一片片的雪花 一片 两片 三四片 五六 七八 九十片 这一片片的雪花 飘在地上 和泥混在一起 也就互出泥去了 飘在我们手里 我们的热度把它融化了 也就不见了 如果我们要学习 堆雪球那种方法 把一些碎片找到以后 比如说我的阅读 阅读教学 公教学 把它揉一揉 拧一拧 搞成一个坚实的硬核 你载它去滚雪片 你会沾起无数个雪片 千片外面的雪斑 成为一个特别美好的 特别美丽的一个雪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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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